第五十一章 孙北朱镖家的三间草屋内 吴明师太躺在床上 对吴道明说道 这清田刘金墨的独门暗器果然厉害 令人防不胜防 老尼又七门穴遭重疮 整条足绝因肝经都已经麻痹了 此乃肝经最上面的第一药穴 主水失之气药冲 恐怕要抓紧时间打通 吴道明沉吟着 他知道 七门穴位于乳头下方 第六根肋骨处 若自己助师太打通 势必要手掌紧贴其辱 师太乃化外之人 自己岂可轻浮 正在犹豫不决之时 听闻师太叹道 江湖儿女 受创疗伤 亦属平常事 何故婆婆妈妈的呢 动手吧 见师太吴称 吴道明不再犹豫 一掌 按在了他的幼乳处 掌下顿感触手如眠 富有弹性 吴道明乃是一个甲子的童身 从未接触过女人 如此已经心如撞露 两颊发热 春意融融了 你在干什么 师太满面羞怯地问道 哦 吴某正在运气 吴道明一惊 才发现自己的手掌 已经按捺多时未动 脸一红 随即输入真气 七门穴 七 约会之意 门 出入的门户 天之中部的水师之气 由此门进入甘金 此穴不阴不扬 无冷无热 为甘金木穴 木 七代之意 古曰七门 吴道明的童子 真气原就不弱 又被寒生打通了任督二脉 可谓是先天之气充盈 源源不断地输入师太七门穴内 师太暗中称奇 想不到这岭南吴道明 先天真气 如此温暖醇和 他并不知晓 这乃是一甲子的同身所致 无了 我先去做饭 朱镖小声说道 吴道明点点头 朱镖去造间忙活去了 沈天虎怀里抱着婴儿 也打起了瞌睡 将近半个时辰的样子 师太感觉 足绝阴肝经脉 已经完全打通 但他并没有说出 而是继续让那手掌 按压在诱乳上 吴道明也希望 此商聊得久些 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既新鲜又刺激 吃饭了 朱镖在耳边喊道 不饿 吴道明神情恍惚地回答道 后来时间也确实太久了 吴道明和师太都不好意思起来 于是结束了本次疗伤 吃完饭后 天已经放亮了 沈天虎焦急地问道 师太 什么时候开始屈膜啊 吴道明说道 别急 师太自有主意 现在师太先要到外面看看环境 吴道明同师太走过池塘 来到了老槐树下 这儿的阴气好重呢 师太皱皱鼻子说道 是啊 这池塘方正 冲煞大门 西洋倒影入屋 视为血盆照镜 主大凶 好在大门之上 悬挂一幅毛泽东的戎装像 钢气压住了阴煞 吴道明说道 吴先生 鬼鹰一事 你想怎样办 师太锐利的目光望着吴道明 吴道明想了想 说道 要想法子 将孩子留在猪标这里 这样便于控制 师太 你看呢 师太微微一笑 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既然我们都愿意将鬼鹰抚养大 就必须让其脱离他的父母 早晨的空气格外清爽 远处的竹林里 笼罩着一片白雾 鸟儿在林内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只需十天 脱离他父母十天 满月后十天 是鬼鹰成长最关键的时刻 吴道明说道 师太沉默不语 回到草屋 沈天虎急忙迎上前 说道 孩子醒了 因而沈才华 正自己一个人坐在床上 同猪标玩耍 不时地咯咯笑起来 无名师太对沈天虎说道 鬼胎附体 你这孩子 是我平生见到的最严重的一个 因此 驱魔虚实一循十天 此期限之内 因而父母需要避开于十里之外 你的家具此地多远 沈天虎答道 十里之外 如此 你暂且回家 十日内严禁进入十里之线范围 以免被鬼鹰探测到 老尼驱魔将前功尽弃 明白吗 师太解释道 我懂了 十日后 我再来领沈才华 多谢师太 沈天虎来到儿子面前 摸摸他的小脸蛋 心里一酸 扭头冲出房门离去 朱标得知 沈才华可以和一同相处一段日子 顿时心花怒放 一把抱起沈才华 出门来到房西侧的沈才华的墓前唠叨去了 吴先生 此地夜阴骤阳 刚煞之气 对鬼胎发育 怕是不利吧 师太手指了指大门外的领袖 想说道 吴道明笑了笑 说道 师太所言即是 吴某千里迢迢自领难而来 师太可知所为何事 为此鬼应 师太道 不 乃是为太极阴晕而来 吴道明微笑道 吴明师太吃了一惊 道 太极阴晕 古来多少看于家梦寐以求的万年极学 正是 就在黄山之脉一路下来的某个地方 吴某已经打探了一个多月了 可还是没有找到 吴道明说道 师太不以为然地说道 以你吴先生 岭南第一风水师的才智 竟然会找不到那龙穴 吴道明摇了摇头 叹道 师太有所不知 此太极阴晕的形成地点 与以往的风水理论全然不同 吴某是变了古往今来寻龙秘学的方法 竟丝毫不得要领 没有丝毫线索 这么说 就没有人知道了 师太沉吟道 不 正因为有人知道 而不肯透露 所以才令人气恼 吴道明说道 师太惊讶地问道 谁知道 吴道明对师太 讲了卧龙谷的秘密 吴楚山人 未守六百年的青田之约 隐居谷中数十年之久 他是太极阴运的守灵人 还有 就是韩生 也可能知道 因为他的手中 出现了两枚太极卵 太极卵产自太极运中 而且数量不会多 你有什么办法逼迫他们说出来吗 师太问道 吴道明又摇了摇头 道 现在已不再需要他们了 为什么 师太诧异地问道 因为我们有了鬼鹰 他会带我们 去找到太极阴运的吴道明 松了一口气 师太闻言 方才明白了吴道明的计谋 心想 此人真是内藏心机 琢磨不透啊 老你能做些什么呢 师太淡淡地说道 还是请师太跟随吴某左右 以吴某的粗浅武功 只和吴楚山人相仿 遇到刘金墨那样的绝世高手 就只能请师太出手了 吴道明解释道 老你为什么要帮你 师太冷冷道 吴道明说道 太极阴运中 有金木水火土 五色土卵 不下数十枚 全部归师太所有 将会成为吴明安的 镇安之宝 师太沉阴片刻 缓缓说道 那你吴先生呢 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要那学 吴道明诡异的一笑 第五十二章 刘金墨的伤势较重 吴明师太的白色发丝 坚韧之极 根根入肉三分 布满在他的腹部和下身处 朱医生小心地剪开刘金墨的裤子 露出窗口 一股酸臭之气迎面扑来 那是韩生的人中黄的特殊气味 那白发老尼的发丝阴气太重 已经侵入了刘金墨的奇经八脉 好在他的内功 也是走得阴柔一路 奇怪 看起来似乎已经吸收了一些 也许是韩生用药的缘故 吴楚山人探视着窗口说道 朱医生手拿着剪刀 问韩生道 韩生 你尚能要何时可以拆除 今晚此时 韩生道 朱医生朝窗外面瞥了一眼 天色已亮 碎起身道 让他睡吧 今晚再看 众人离开了东屋 来到了灶间 兰儿已经做好了早饭 早饭后 兰儿在十多碗筷 院子里走来了一行人 哈 小姑娘 你怎么在忙活呢 为首的 正是南山镇革委会主任 孟主奇 朱医生 文生迎出来 道 孟主任 这么早有事吗 孟主奇哈哈一笑 敬前低声道 朱医生 喜事来了 京城里的首长 要我们前来看看 搬家进京 都有些什么困难 组织上全力给予解决 韩生呢 说吧 眼睛朝屋里瞟去 韩生走了出来 兰儿站在了身后 韩生啊 首长要听你的回话 怎么样 决定好了吧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孟主奇赞叹道 韩生眼睛望着父亲 朱医生沉吟了下 说道 韩生年龄太小 又从未见过大失眠 到京城去 恐怕会给首长添麻烦的 还是待在南山比较好些 哎 朱医生太谦虚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现在韩生名气大着了 进京城 这可是咱们南山镇的荣誉啊 况且 你也是可以一起陪同去的吗 究竟方便照顾 孟主奇劝慰道 朱医生问道 首长究竟要韩生 进京去做什么工作 孟主奇愣了下 说道 当然是当医生治病了 而且待遇很高 以后日子可就好过了 朱医生淡淡一笑 说道 既然是治病 在哪里还不都是一样 京城里医院多 中西医的专家也多 咱们这农村里缺医少药的 留在这里为农民群众治病 也一样能为革命做贡献 不是吗 咻 孟主奇故作神秘地说道 那可不一样 京城里的那些人可都是大人物 他们出生入死 打下来了红色江山 但是人嘛 总是要生病的 有些还是绝症 京城里治不了 这才请韩生去的 朱医生 你想想 那些老人家的病治好了 又可以继续为党和国家事务 操心了 就能保证我们的江山 永远都不改变颜色 这贡献有多大 又岂是几个农民所能比拟的 朱医生顿了顿 郑重其事地对孟主奇说道 京城里那些大医院和专家们 都治不好的病 一个小小的寒生 有什么把握 就可以治得好 上次治愈了手掌的病 只是碰巧而已 到时候真的治坏了 或者治死了那些大人物 那还不就闯大祸了 就像古代的皇帝贴黄榜 照天下民间医生进宫看病 万一哪个把皇帝治死了 那他还能活着出来吗 到时候 孟主任 您不也同样有责任吗 孟主其黑黑地笑了 不以为然道 这是首长点名要这样办的 与我可扯不上关系 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寒生道 我不去 那病人症 只是碰巧治好了 而且中间差一点就出事了 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 那你自己去和首长说去 还有 刘金墨还在吧 一同带走 到时候 你若不肯 刘金墨肯定就一命呜呼了 孟主其摆起了关枪 这一下 倒是难倒了寒生 虽说刘金墨此人意正意邪 但接触这几天下来 感觉他也并不是很坏的人 而且现在重伤在身 就这么道歉里 肯定是必死无疑 也可以说 他是因自己而死的 这可如何是好 朱医生也是为难 答不答应寒生进京 已经不是自己家的事了 而是牵涉到刘金墨的生死问题了 孟主任 麻烦您向上面反映一下 再给我们几天时间考虑一下 因为昨天 寒生刚刚订婚了 朱医生无奈找出点理由 哦 韩生订婚了 恭喜啊 女孩子是哪家的呀 孟主任似有不幸 朱医生拉过兰儿来 说道 就是兰儿姑娘 兰儿 见过孟主任 孟主其吃了一惊 口中却道 原来是你啊 不错 兰儿姑娘比第一次见到时 又更加漂亮了 咱们南山镇 可再也挑不出第二个了 说得兰儿脸颊上飞红 羞怯地躲到 韩生身后去了 这么乖巧 俊俏的姑娘 怎么会嫁给一个农民家里呢 应该做我的儿媳妇才是 哼 总有办法的 梦主其想 好吧 今天就看在兰儿姑娘的面上 再宽限一天 明天我再来 可是要等到你们的确切答复 走 孟主任临走时 被兰儿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然后带着手底下的那些人 扬长而去 不要管我了 今晚此时后 我就离开这里 这样 他们就不能要挟韩生了刘金墨 听完朱医生讲述 孟主其来的情况后说道 你能去哪呢 朱医生关切道 天下之大 岂我刘金墨容身之处 浪迹江湖 那此一生 总好过替那些人当爪牙 唯心地去做事 要舒心得多 刘金墨说道 朱医生沉吟半赏 说道 今晚拆去绷带 是身体状况在定吧 其他人出去了 东屋里只剩下刘金墨与韩生了 韩生 你虽然医术高明 但却丝毫不会武功 江湖险恶 人心叵测 我担心 你吃亏是迟早的事 刘金墨望着韩生 心里却是割舍不下 韩生说道 你放心好了 我也不去惹谁 别人何必与我过不去呢 我立志玄壶济世一生 无论何人 只要是我能够医治的 韩生都会一视同仁 刘金墨关切说道 世上有许多大奸大恶之人 为一己私利 甚至会恩将仇报 韩生道 若是治病又要分辨好坏人 那可麻烦死了 有些人时好时坏 意正意邪 我总不能一会儿给治 一会儿又断药 有为医德 索性不去想他了 来的病人 哪管是曹操 我也同样给治 就像华佗 他心里说 刘金墨听罢沉默不语 此刻心中慢慢诞生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在韩生等所有人都察觉不到的情形下 自己隐身于韩生的周围 一旦发现韩生有难 便偷偷出手相助 以自己的毕生所学 暗中保护韩生 当然 还有沈才华 那个婴儿 自己虽然不能每天与他耳并撕磨 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但是也可以暗中保护他 使其免受生活困苦和他人的欺负 想到这里 刘金墨精神一阵 他感到生活终于有了目标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一整天 刘金墨都在暗中运气 配合疗伤 他将白发老尼发丝中蕴含的阴气 逐步由齐精八脉中聚拢 然后导入气海 与自己的阴气融合为一体 傍晚时分 终于消融掉了所有老尼的阴气 暗气创伤已基本治愈 他大喝一声 将刺入体内的发丝 全部震出 现在 就等午夜子时了 今夜是农历十六季望日 圆圆的月亮悬挂在夜幕中 清凉如水 南山村净清在了一片白茫茫扑朔迷离的月色里 到时辰了 朱医生说道 并与吴楚山人和刘金墨一同随寒生出了门 来到了院外的空旷野地里 那里有一个小水塘 水很清很凉 朱医生手持剪刀 正欲上前剪开刘金墨的跨间的绷带 不必了 你们且退后两步 刘金墨说道 众人一言 各自退到了圈外 但听一声爆喝 吃得一声响 刘金墨身上的绷带 衣衫裤子 包括佛家杀人中皇等 均被其真气震碎 外加一些灰色弯曲的长毛的 纷纷散落在了地上 因为刘金墨发出的是阴气 所以声音不十分响亮 皎洁的月光下 刘金墨赤裸裸 威风凛凛地站在了野地中 自头顶 颜面直至脚下 雪恋式的一身白肉 毛发皆无 韩生惊奇地看见刘金墨胯下 原来那些长毛 也都不翼而飞了 嗯 看来他的阴毒 已经彻底驱出境了 韩生兄弟 大恩不言谢 刘金墨日后必当相报 告辞了 刘金墨发自肺腑地说道 同时对韩生一抱拳 机遇先走 衣服 韩生喊道 刘金墨文言发觉自己 乃是一丝不挂 一时间尴尬不已 刘金墨稍待片刻 朱医生赶紧返回屋内 找出几件旧衣衫 从又来到刘金墨身旁 递给他换上了 只有这些了 请自保重 朱医生手掌之中 是一些零碎纸币 约有十多元钱 刘金墨本就是江湖人士 于是也不推辞 收下了盘缠 向大家拱手失礼 然后身影连晃 竟悄无声息地走了 唉 此人也是江湖性情众人啊 吴楚山人叹道 朱医生也是同感 说道 如此一来 明日我们就回绝了孟主任吧 韩生若有所思般的闷闷不乐 朱医生看在眼里 劝慰道 孩子 每一个病人痊愈后离开时 当医生的总会感到少了点什么 慢慢习惯就好了 韩生点点头 吴楚山人拍拍韩生的肩膀 道 韩生啊 蒋老二是你埋葬的 是的 他吸了卧龙洞里的氢化毒气死的 我把他葬在了山谷深处 那个甲太极运里了 韩生回答 吴楚山人点头道 那也是处百年集学 只是蒋老二并无子女后人 我想明日去祭扫一下 你想陪我去吗 好 我去 韩生应允道 第五十三章 次日 鸡叫三遍 兰儿已经起身做早饭了 吃过早饭 吴楚山人就和韩生收拾了些上次用剩下的香烛和纸钱 带了只手电筒 韩生特意看了看 是新换的电池 石头停荡后 两人启程前往卧龙谷 朱医生留下来应付孟主任 我们从灵谷洞进去 吴楚山人告诉韩生 穿过了那片郁郁葱葱的毛竹林 他俩来到了灵谷洞口 吴楚山人停下身来 朱尔听了听 然后压低声音问道 韩生 你知道太极应运的所在 是吗 韩生点了点头 说道 是老爹告诉我的 我家祖辈传下来的 嗯 治荷香就是使用云里的太极卵吧 山人又问道 是 用的是太极木卵 韩生回答 好了 以后千万轻易不要来这儿 以免为坏人所成 我一直在考虑 准备毁掉太极音韵 以绝后患 你愿意吗 吴楚山人 征求韩生的意见 韩生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知道 山人叔叔 你说咋办就咋办 不过那些土卵 我想都拿出来 是可以治病的 好吧 我们先进洞吧 吴楚山人率先走入洞中 光线越来越暗 走不多远 就要浸亮手电筒了 洞内潮气很大 听得到石中乳上滴水下落的声音 山人叔叔 我上次来过这里面 山体内为什么也长着肋骨一样的东西呢 而且还有红色的液体 难道说 龙脉真的非得构造的像龙吗 韩生回想起 上次见到的龙骨龙血说道 山人想了想 说道 这是不一定的 一经中说到万物类像 有的只不过是形色而已 有的则是神色 不易而论 你说的龙骨 只是地壳运动时 推挤岩石而形成的 类似搓衣板形状 至于龙血 大概是山体里面 有一些红颜色的矿物质 常年累月 被水所侵蚀和溶解 所以 岩石渗出的水 呈现红色 总之 古人很早就观察到了这些现象 但是不明白 其地质学上的构造 以及化学变化 故而产生了一系列的 同人与动物之间的联想 并加以神话了 韩生想了想 又问 太极运如此的神奇 竟然影响到了朝廷的更替变化 这又如何解释呢 山人笑了笑 说道 这正是大自然神秘的地方 所谓天人合一 人的命运与大自然修期相关 到目前为止 人类 还是无法解释一些 与个人命运紧密相关的自然现象 即使像我一个大学老师 也还是照样一无所知 我也是 韩生说道 一路之上 韩生注意看着 不过还是没有发现 他的那些红眼音符朋友们 两个时辰之后 他俩终于走出洞口 来到了卧龙谷中 谷中雾气矮矮 一仗开外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老张树林 茅草屋和菜地 都已掩于白茫茫的雾气之中了 山人叔叔 为什么会有两条一模一样的卧龙谷呢 韩生提出了好久以来困惑的问题 吴楚山人笑了笑 说道 这两条相同的山谷 纯粹是自然形成的 山体是石灰岩 两谷之间有溶洞相连 数分钟即可通达 不知是哪一代的守龄前辈 想出了这么个主意 将两谷中的草房和菜地 都建造和开垦的一模一样 甚至树林都经过了砍伐和改造 非九居之人 一般都分辨不出来 所以连你都搞错过 再加上暴讯的乌鸦提前通知 使人迷惑不解 我想当年前辈的目的 也无非是鱼目混珠 掩人耳目而已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个老前辈倒是很幽默呢 韩生笑道 他俩向草屋走去 刚刚来到草屋前 地上一片黑乎乎的物体 引起了韩生和山人的注意 韩生静前一看 大吃一惊 热血灌顶 浑身发抖 地上躺着的 都是红眼鹰妇的尸体 许久 韩生慢慢蹲下身来 抓起一只红眼鹰妇查看 那鹰妇的口中 紧紧地咬着几个毛发 那是人类的头发 驼门身上都没有伤 看来是众躲死的 无处山人查看了一圈 回来说道 韩生连续翻看了几只鹰妇尸体 发现驼门口中 都咬着一些毛发 而且 那些毛发长短 粗细和颜色都有些区别 看来是属于一批人的 驼门是我的朋友 韩生流下了眼泪 无处山人默默地站在 韩生的身边 他知道 那些蝙蝠同韩生的感情很好 自己的头发和胡须 也是那次被一起拔光的 鹰妇们分不清敌友 他不怪驼们 是什么人干的 如此的狠毒 韩生自言自语道 山人也是诧异 这乃是一批人干的 他们为什么要赶尽杀绝这些蝙蝠呢 而且 这些人随身带有毒气 究竟是些什么人 自己隐居于此块二十年了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类情况 滋滋 熟悉而微弱的叫声 从白雾的深处传来 韩生一个机灵 急忙起身 朝传来叫声的方向跑去 在一株老张树下 鹰妇首领斜靠在树下 脑袋搭拉在一边 红红的眼睛半闭着 眼角挂着泪珠 鸵感知了韩生的到来 并艰难地呼唤着 声音越来越微弱 那块骑马步 依旧系在鸵的脖子上 是谁伤害了你们 韩生泪流满面地说道 鹰妇首领吃力地睁开眼睛 硕大的红眼睛 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只见鸵轻声滋滋 然后将尖嘴抹向了山崖边 韩生明白了 说道 你是要回山洞 回家看鹰妇妈妈 还有小鹰妇 他把手臂指向山洞的方向 首领点点头 祈求的眼神 韩生毅然决然地 抱起鹰妇首领 走到吴楚山人面前 语气坚定地说道 山人叔叔 我要去 送陀去见陀的孩子们最后一面 吴楚山人点点头 把手电筒递到韩生手中 并道 去吧 孩子 蝙蝠如此灵气 有情有意远超过人类 我祭奠完蒋老二以后 就在草屋内等你 韩生告别了山人 抱着首领 走进了崖壁下的山洞 韩生走过几次 道路已基本熟悉 因此不到半个时辰 就已经来到了蝙蝠洞 以前洞内 如满天星辰般的红眼睛都不见了 洞中 显得格外的萧条和寂寥 那个大大的石台上 一双惊恐的大红眼睛望着他 那是鹰妇妈妈 韩生走上前 手电筒照过去 看见鹰妇妈妈 紧张地展开双翼 护住那十余只惊慌失措的鹰妇宝 别怕 是我韩生 韩生努力地安抚着驼们 并将怀中的首领 轻轻地放在了石台上 鹰妇妈妈先是吃了一惊 仿佛不敢相信 随即支的一声悲鸣 扑到了首领的身上 首领吃力地抬起头来 看看鹰妇妈妈 然后努力地打量 和寻找着那些鹰妇宝宝们 小小的粉红色的鹰妇宝宝们 似乎明白了眼前的近况 纷纷爬上了首领的身体上 以微弱稚嫩的叫声呼唤着 韩生发现 鹰妇首领夫妇眼睛里擒着眼泪 默默地以头部相互抹撒着 仿佛难以割舍 不愿生离死别的模样 韩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把脸扭过到一边 试问人世间 又有几人能够像鹰妇夫妇这样 有情有义 这样不离不弃 韩生震撼了 不能让陀们就这样生离死别 不能让陀们就这样骨肉分离 他不是没想到过就鹰妇首领 只是 青囊精尚找不到一条 为蝙蝠解毒的方子 天蚕 对了 天蚕可以 无论怎样严重 只要是一息尚存 天蚕都能够救得活 在天蚕内 人与动物应该无甚分别 韩生心意已决 伸手拍拍鹰妇妈妈 打着手势告诉陀 自己要带首领去天蚕内疗伤 几次首饰之后 鹰妇妈妈 似乎终于明白了韩生的意思 使劲地点着头 泪水盈眶 韩生抱起鹰妇首领 鹰妇妈妈也在努力 用双翼抱起数只小鹰妇 但是鹰妇宝宝又滑下去了 韩生明白 驼妹也要一同去 韩生想了想 放下首领 脱下自己的裤子 两只裤腿上打个结 然后将鹰妇宝宝们 一支支地抓了进去 最后一手提起裤腰 一手抱起首领 向天蚕洞而去 鹰妇妈妈紧紧地跟在了后面 途中几经波折 之后终于找到了天蚕洞 鹰妇首领情况危怠 韩生摸了摸 脱的心脏极为微弱 几乎已经感觉不出来了 势不宜迟 韩生赶紧双手 拖起鹰妇首领 来到了天蚕前 踮起脚 轻轻地 将脱放入了天蚕内 韩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转回身 将那些可爱的鹰妇宝宝们 一支支地放了出来 鹰妇妈妈 感激地望着韩生 青囊一惊 玄弧济世 天下苍生 何分人寿 韩生隐约意识到了 她已经肩负的 是一个怎样的使命 她的人生 也将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第五十四章 孟筑齐自从离开了南山村 朱医生家以后 兰儿姑娘的俏丽身影 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这才是中国典型的美女嘛 自己儿子孟红兵 一定会重意的 回到南山镇的家中 儿子魏红迎了上来 说道 爸爸 建国回来了 黄建国 是黄前岁的独生子 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治系 不但是一表人才 而且多才多艺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北大工农兵学员 文艺汇报演出中 还饰演 红色娘子军中的 红长青呢 唉 自己的孩子就不行了 自幼淘气爬树 摔破了两个蛋蛋 眼瞧着要断后 自己赶紧再生两个吧 却又都是丫头 老天不长眼啊 儿子原来的名字 叫做孟凡 小名叫蛋蛋 名字太不吉利了 所以改名为孟红兵 是做毛主席的 红卫兵的意思 总之 现在孟皇两家的希望 就寄托在了政治上 比较成熟的 黄建国的身上了 小兵啊 我在南山村 朱医生家里 看到个姑娘不错 我想 要是给你来当老婆 你准会满意孟柱旗 迫不及待地说道 南山村 农村里 还会有什么 像模像样的 孟红兵 不屑一顾地说道 不 你可没见到 那女孩生得浓眉大眼 额头又大海饱满 圆圆的鼻子 刚毅的嘴唇 那皮肤真是黑里透红 健康之极 孟主棋赞叹道 她真的有这么漂亮吗 孟红兵一听 动心了 那当然了 你自己去看好了 不过先不要表现出来 她昨天刚和韩生订了婚 得动些脑筋才行 孟主棋说道 孟红兵望着头脸光秃秃的父亲说道 爸爸 我和建国要出去办点事 我先走了 你们去哪 孟主棋问道 回头再告诉你 孟红兵头也不回地走了 孟红兵来到了街上 一辆就解放实行卡车 正停在了路边 车上有七八名年轻的激干民兵 都拿着半自动步枪 他跳进驾驶室 旁边坐着的年轻书生模样的人 正是黄建国 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黄建国问道 孟红兵回答道 按照你的计划都被齐了 黄建国微笑道 好 目标沃龙谷 出发 大张山下 公路到头了 其余只能不行 大家都下了车 由上次来过的一个民兵领路 排成一队 向沃龙谷前行 一个多时辰后 队伍来到了沃龙谷口的老张树下 黄建国开始布置任务 他瞥了一眼众人 说道 这次行动的任务有两个 主要是寻找有关风水上叫做太极运的所在 它肯定是在谷中的某个地方 特点呢 就是有白青黑红黄五色土壤 发现后先不要碰 要向我和孟红兵同志 立即报告 其次呢 是沃龙谷中有一些蝙蝠 善于把人类的头发 我父亲黄主任 和孟红兵同志的父亲孟主任 也都中了那些畜生的刀 你们不要笑 这次我们是有备而来的 现在 大家就把药水涂到头发上面 切记不要搞到嘴里面 他把从父亲那里听来的 有关太极运和蝙蝠的情况 简单地向大家做了介绍 孟红兵吩咐一个民兵 拿出来一个糖瓷脸盆 先倒进去些666粉 然后再将剧毒的DDT药水 倒入盆中 搅拌成姜状 孟红兵拿出一把刷子 开始在每个人的头发上 都刷了一层药浆 最后 他和黄建国也都相互涂上了药浆 出发 黄建国吩咐道 这一队人马 在卧龙谷中 里里外外 一直搜索到了黄昏 依旧没有头绪 眼瞅着天就要黑了 无奈只有收队 砰的一声枪响 在山谷中回荡着 张树林中已经栖息的鸟 又被枪声惊起 锅噪声一片 一个民兵手提着一只重弹的蝙蝠尸体 走了过来 这是一只黄昏出来觅食的红眼鹰蝠不幸被击中身亡 对 就是这种红眼睛的蝙蝠 把起毛来才快呢 带路的那个民兵恨恨地说道 他上次来过古中了 现在头上仍是光秃秃的 同志们 我们要消灭那些蝙蝠 为黄主任 孟主任 及其他革命群众报仇 你们说好不好 黄建国鼓动着大家 好 民兵们异口同声交道 化为洛英 无数只红眼鹰蝠 密密麻麻地从天而降 裹挟着呼呼的风声 直向他们扑来 口中发出愤怒的滋滋声 民兵们吓傻了眼 此刻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他们只能扔掉枪支 挥舞着双手又拍又打的 或者抱住脑袋 蹲到了地上 有两个叫聪明些的 急忙朝草屋里跑去 结果还位置门前 脑袋上的毛发 就已经被拔光了 一只体型无比巨大的鹰蝠 如猛虎一样地 扑向了黄建国 黄建国惊奇地看见 那蝙蝠的颈上 还记着一块布 战斗迅速结束了 所有的人脑袋上的毛发 统统被拔光了 可是那些蝙蝠们的飞翔姿势 也开始摇摆起来 随后扑通扑通 接二连三地 从空中摔落下来 满头血点的黄建国 仰天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令人毛骨悚然 当这些人离开后 地上躺满了 众毒而死的 红眼鹰蝠的尸体 鹰蝠首领也中了毒 扑永远也不会理解 作为一种动物 扑们是敌不过人类的 黄建国和孟红卫 回到了南山镇 孟主奇放下了酒杯 惊奇地望着走进来的二人 虚余余 手指着他俩的光秃秃的脑袋 张口黑黑尖声笑了起来 你们也去了卧龙谷 孟主奇又自针了一杯说道 孟红卫沮丧至极 气恼地说道 妈的 太极阴韵没找着 毛都给那些畜生拔光了 倒霉 黄建国淡淡说道 不 我们还是有收获的 首先 我们消灭了那些蝙蝠 为父亲和舅舅报了仇 其次 最起码我们证实了一点 就是太极阴韵 根本就不在卧龙谷中 所有平坦一点的土地 我们都翻遍了 孟主奇听罢沉思片刻 说道 建国的想法有点意思 自从我们知道了 清田六百年之约以后 目光都集中在了卧龙谷中 一直都认为 太极阴韵就是在那里 否则无处山人 他们守灵人 在那干什么 看来 我们要改变一下思路了 孟红为二人 进去洗了洗 然后出来坐下 一起喝酒 灯下 三个人都是光头 连眉毛都一根也不剩 舅舅 那太极阴韵 真的是那么神奇吗 黄建国端起酒杯问道 这个是肯定的 岭南无道明 可是南方的第一风水师啊 姐夫和我都很相信他 孟主奇说道 黄建国将酒一饮而尽 默默不语 建国啊 你是咱们黄梦两家的希望 好好地把政治学好 多了解一些围观之道 十年之后嘛 嘿嘿 孟主奇不再继续往下说了 那我呢 孟红为有些不太高兴了 孟主奇道 有你建国哥在 你还担心什么 他俩是童年生 虽然建国只年长两个多月 可是却成熟的多了 爸爸 那建国爷爷什么时候走啊 孟红为小声嘟囔道 不要胡说 没大没小的 孟主奇瞪了儿子一眼 然后又说道 我前几天去看过一次老爷子 精神还可以 再挺个一年半载的没问题 孟主奇见儿子一个劲地闷头喝酒 就开口问道 沈菜花的尸体还没有找到 有没有什么线索 孟红为摇摇头 咬牙切齿道 没有 一定是那个尖夫 偷走了那臭婆娘 是啊 别人要一具尸体干嘛 可是那尖夫究竟是谁呢 真的抓到他 看我不包了他的皮财怪 梦住奇想 第五十五章 床上 朱镖正在逗鬼阴玩 吴明师太和吴道明站在一边看 那小小的沈才华 虽未满月 但是竟能在床上越来越去的 搜得腾起 扑到朱镖的身上 只是以脚来行走 还是不会 吴道明使了个眼色 同师太来到了院子里 师太 我想是时候开始训练鬼阴了 吴道明说道 师太望着吴道明 示意他接着说下去 黄山太极运分为阳运和阴运 阳运已于六百年前为朱元璋所用 阴运已经默默地在这荒山中沉睡了几个世纪 是该出现的时候了 凡太极 必是阴阳交融 水火济济 天下之道 君是以柔克刚 阴运克制阳运 其理亦是如此 想当年刘伯温也坐如是想 吴道明不愧为岭南第一风水师 说起话来 头头是道 嗯 那又怎样 师太硬了声 吴道明接着说 阴运内含五色土 运五行土软 可以说 学内五行之气场极为浑厚 即使是身患绝症 力胜于学中 埋土至胸前淡中学处 一十二个时辰 必可打通人都和其经八脉 所以说 太极晕是致病疗伤其家之所当然 埋土过顶 气绝身亡 其后人得气 而一发不可收拾了 就如同朱元璋 数年后便可开国 黄袍加身为 一国之君了 老你也曾 有所耳闻 师太道 鬼阴体内七经八脉 全部乃阴气 这是因为阳气过不得胎之故 其实他也在下意识地寻求五行平和 而又源源不绝的浑厚气场之所在 当然 最佳的就是太极晕了 吴道明解释道 所以 你就想放出鬼鹰 找寻太极晕 师太道 正是 但以目前鬼鹰的感知范围 只有区区方圆几十米而已 实在是太小了 我们不可能抱着他 翻山越岭 漫无目标地去寻找 吴道明说道 那你想怎么办 师太饶有兴趣地问道 吴道明微微一笑 说道 这就要借助师太了 以你的纯阴厨子阴气 助沈才华一臂之力 让他尽快地增强感知的范围 争取数天之内 可以达到方圆千米 你要我输纯阴之气 给他 师太问道 完全正确 吴道明微笑着 无名师太对朱镖说 即刻开始为沈才华驱魔 吴道明吩咐气去购置些斋菜回来 朱镖高兴地去了 师太与沈才华相断作 真气运行一周 眼见着他的根根白发 逐渐地直立起来 然后渐渐地向鬼鹰围拢了过来 沈才华呆呆地不知所措 师太继续催动真气 那些如同钢针般的白色发丝 同时刺入鬼鹰的周身穴道之中 沈才华痛地挖得一声大哭起来 师太将自身体内的纯阴之气 源源不断地输入鬼鹰的其精八脉之中 无名师太自由 出家为泥 乃是处子之身 其阴气至纯 与鬼鹰经脉中的阴气 很快地融合为一体 但是鬼鹰毕竟尚小 一时之间吸纳了如此多的真气 也是难以承受的 好了 今天暂且到此为止 吴道明感觉差不多了 于是说道 师太停止了催动 那些发丝渐渐地退出了沈才华的周身穴道 滑落下来 鬼鹰沈才华睡去了 多谢师太元首 吴道明说道 师太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是啊 他自己也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如此轻易地答应了吴道明 也许是今早他曾为自己聊过伤 那种心跳的感觉真吼 甜丝丝的若隐若无 暖洋洋地钻进了心里面 就好像是飘在云里雾里似的 这是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想着想着 师太突然感到脸上有些发烧 你怎么了 不舒服是吗 吴道明关切地问道 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他 师太此刻突然幻想 那手再贴近自己一次 该有多好 善哉善哉 他口里却如此说道 吴道明露出一丝爱怜的眼光 说道 再有一两天就差不多了 整个一个白天 沈才华都一直在熟睡着 体内真气充盈 小脸淡红扑扑的 甚是可爱 夜深了 师太安排在西屋 朱镖抱着孩子 同屋道明睡在东屋 是夜 月朗星熙 山野间甚是寂静 毛竹玲珑照在一片薄雾之中 远山深处 偶尔传来几声消蹄 此时刚过 鬼鹰悄悄地叹起头来 黑黑的瞳孔 向四处打亮了一番 然后望起一窜月到了床下 只见他轻轻地蹦到门边 捏手捏脚地拉开了门 一跃而出 夜色朦胧 池塘里一红碧水 倒映着一轮明月 波纹不星 晶莹皎洁 鬼鹰光着屁股站在床边 好奇地望望天上的明月 再低头看看水中的倒影 甚是感到迷惑不解 这时 一连串小水泡冒了上来 平静的水面 泛起了细细的涟漪 月亮破碎了 闪着荧光 鬼鹰瞪大了眼睛 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看 一个黑色的小脑袋 钻出了水面 张着小嘴呼吸着 鬼鹰更加好奇了 伸出小手想去捞 可是够不着 水中的小东西 看见了岸边的鬼鹰 一点也不害怕 依旧对着月亮 一呼一吸着 鬼鹰大怒 身子一跃 纵身跳下池塘 随着扑通一声 水花似箭 他的一双小手 已经紧紧揪住了那东西的脖子 这是被遗弃的那只小金头猿 落水声惊醒了吴道明和无名失态 两人随即跳出房门 闪至水塘边 定睛细看 水面上翻腾起浪花 白色裸体的鬼鹰和黑色的金头猿 正在打在了一起 一会儿是白色的在上面 一会儿是黑色的翻上来 看不出来哪一个占了上风 说时迟 那时快 吴道明脚尖点地 身之一纵 几乎是频频地飞起 掠过池塘 手臂暴涨 一把自水中搂起鬼鹰 飘至池塘的对岸上 好功夫 师太由衷地赞道 吴道明放下鬼鹰 微微一笑 低头看去 赤身裸体的鬼鹰 正抱着金头猿的脑袋 两排尖利的牙齿 深深地咬进了小猿的脖子 鲜血自齿缝中渗出 他在吸食金头猿的血 师太吃了一惊 盲上前欲将它们分开 吴道明伸手阻止 事宜先不要动 看看接下来的情况再说 过了一会儿 鬼鹰吸干了小金头猿的血 将其丢弃在了一边 嘴里打了的宝格 吴道明转过头来 满意地对吴明师太说道 这金头猿 乃是上古灵归 其血阴气极重 我想 沈才华也许不需再等两三天 明日就或许就可以工作了 师太瞅着沈才华 一边还在舔着他的小嘴巴 想想刚才吸血的那股凶狠劲 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这小家伙若是长大了 肯定是个人物 财华 我们该回去了 吴道明一把抱起鬼鹰 向屋内走去 师太长叹一声 样样地返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第五十六章 清晨 吉普车的马达声 再次在村口响起 朱医生站到了院子里 等着来人的出现 朱医生 应该考虑好了吧 今天可是最后的期限 随着说话声音的临近 院门口出现了三个光头 正是孟祝奇和儿子孟宏卫 以及黄建国 朱医生表情冷淡地说道 孟主任 我们已经考虑好了 决定还是不进京了 哦 不请我们进屋吗 孟祝奇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居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气恼 朱医生 指得让他们进屋里来坐 这不是兰儿姑娘吗 再做家务 真是个勤快的姑娘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儿子孟宏卫 红色的红 卫兵的卫 就是做毛主席的 红卫兵的意思 孟祝奇迈进中间的堂屋 看见了兰儿 于是忙不迭地介绍起来 孟宏卫瞪大了眼睛 呆呆地望着兰儿 南山阵范围内 怎么竟有如此俊俏的姑娘 你看她生的是浓眉大眼 又圆又软的鼻子 性感的嘴 刚毅的下巴 黑里透红的皮肤 喂 孟祝奇捅了一下失态的儿子 孟宏卫一下子缓过神来 忙不迭地说道 兰儿姑娘 你的名字真好听 我是红你是兰 真是有缘啊 请屋里坐 朱医生厌恶地皱皱眉头 说道 孟祝奇迈进了东屋 他目光一扫 发现不见了刘金墨 心下明白 鼻子哼了一声 黄建国也随着进了屋 只有孟宏卫不肯进来 仍在嬉皮笑脸的 要跟兰儿说话 兰儿一扭头开门进了东屋 并随手关上了门 无奈 孟宏卫也只好善笑着 来到了东屋 我们决定不去京城 朱医生又一次坚决地说道 孟祝奇把脸拉了下来 黑黑冷笑了两声 慢条思理地说道 韩生呢 我要亲自问他 你把他叫出来吧 韩生一大早就上山采药去了 朱医生告诉他 是吗 那刘金墨呢 不会也去采药了吧 孟祝奇阴阳怪气地问道 他走了 朱医生淡淡说道 走了 去哪了 如果他畏罪前逃了 朱医生 我想 你是知道的 你们家可是犯了反革命包庇罪 判个二十年有期徒刑 还是轻的 孟祝奇恶狠狠地说道 朱医生正色道 我是个医生 刘金墨是我的病人 他的病我既然治不了 所以他自己就去寻找医术好的医生去了 他究竟会去哪寻找 我就不知道了 狡辩 我告诉你 你们既然不愿意站在革命的这一边 那么就是站在了反革命的那一边了 韩生也是逃脱不了干系的 孟祝奇冷冰冰道 朱医生一听要牵涉到韩生 顿时就急了 这是跟韩生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还只是个孩子 一切事情由我一个人承担 孟祝奇黑黑音笑着 反革命分子还分大小吗 真是可笑之极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韩生到底去不去京城 这一下 朱医生犹豫了 他知道 如果得罪了上面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自己坐牢倒无所谓 可是韩生受牵连 可是不应该啊 这将会耽误了孩子的一生啊 我要亲自去见一下手掌 问清楚 在座决定朱医生郑重地说道 梦祝奇沉阴片刻 心想路 不能一下全堵死 万一韩生真的进京了 将来在手掌面前说的话好与坏 都将对自己和姐夫的仕途 产生致命的影响 于是 脸一变 梦祝奇哈哈一笑 说道 好 那我就带你去县里面见手掌 不过吗 来儿姑娘和他娘 因为是外地来的 如果没有当地革委会的证明 我们组织上 还是要进行审查的 也请他娘俩到镇上住几天 等组织上的审查结论 至于吃住等生活问题 组织上会妥善解决的 朱医生 我们必须一起走 朱医生吃了一惊 但他根本想不到 所谓组织上审查云云 其实是梦祝奇假公祭司 当时的年代 对外来人的审查 的确是极为严格的 没有介绍性证明之类的东西 就会归类于政治身份不清楚 必须进行审查的 无奈 只好给韩生和吴楚山人 留下一张纸条 说明去向和原委 然后 朱医生和来儿娘俩 被挤进了吉普查 向镇上驶去 车到南山镇革委会大院 来儿娘俩下了车 孟祝奇吩咐儿子孟宏卫 和黄建国 负责安排好他们的吃住后 自己则与朱医生 直奔物园献城而去 来儿娘俩 都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 懵懵懂懂的 被安排 住进了孟祝奇家的客房 娘俩一间房 房内 有一张大双人床 被入倒是很干净的 来儿姑娘 你们先住下 组织上一定会尽快审查 并得出结论的 有什么需要尽管对我说 我就住在后院 孟宏卫亲切地说着 然后先出去了 黄建国拉他来到 后院主人房间内 说道 你是不是真心看上人家了 那还用说 这么好看的女人 南山镇 还找不出第二个来呢 可比沈菜花 那个臭婆娘强多了 孟宏卫美滋滋地说道 黄建国摇了摇头 我喜欢的 可不是这种乡村类型的女人 我终于城里那些身材苗条白皮肤 双眼皮 高鼻梁 瓜子脸型的姑娘 而且政治上嗅觉敏锐 觉悟高 历史清白 祖宗三代人出身 必须是贫下中农 和工人阶级 你说的城里那些女人 有什么好 浑身竟是骨头 好像吃不饱似的 我可就是喜欢 屁股有肉的女人 孟宏卫一本正经地说道 黄建国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我现在就去为兰儿 安排些好吃的东西 女人啊 只要吃得好 她就会练上你 不肯走了 和猫一个样 孟宏卫说吧 兴致勃勃地走出屋去了 吉普车驶进了物园县城 停在了那所身宅大院门前 朱医生被带到了中庭会客室 孟祝齐进去里面先行通报 不一会儿 屏风后面转出来 黄前岁和一位 带着一顶草绿军帽的和蔼老者 看得出来 她的头发 胡须和眉毛也都没有了 你就是韩生的父亲 感谢你为国家 培养了一个又红又专的人才啊 老人伸出双臂 紧紧地握住朱医生的手 亲切地说道 朱医生淡淡一笑 说道 手掌过奖了 我那韩生只是碰巧罢了 其实他别的什么都还不懂呢 手掌笑了笑 意味深长地说道 朱医生 你太谦虚了 怎么 我听说刘金默跑了 朱医生回答 刘金默身上经络之中阴毒发作 恐怕时日不长 我身为医生却无能为力 他见如此 便自行走了 黄前岁在一旁把脸一沉 说道 刘金默乃是最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你把他就这么放走了 可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朱医生道 我只是一名医生 我只是一名医生 刘金默是我的病人 如果我有什么错误 由我一人承担好了 跟韩生没有任何关系 手掌沉吟了片刻 缓缓说道 韩生还是个孩子吗 不必求全责备了 朱医生 我看你就先与我一同进京吧 韩生想通了 愿意为国家出力的时候 自然就会随着来的 就这样决定了 吃完中饭后出发 有人过来 领着朱医生下去歇息了 手掌 黄前岁说道 手掌摆摆手 打断了他的话 黄主任 韩生目前既然不愿意进京 也不好勉强 他毕竟医治好了我的病嘛 我们第一步 先请朱医生进京 韩生过段时间不会不来的 总之 你们还要继续做好 韩生的思想工作 一定要耐心细致 是 请手掌放心 黄前岁保证道 另外 手掌走了两步 又转回身命令道 发现刘金墨 就地正法 是 黄前岁应声答道 中午过后 手掌一行人 带着朱医生 乘车离开了物源县 奔惊惊而去 黄前岁和孟主棋 一直送至县界 第57章 孟红为双手捧着一叠半薪的衣服 笑容可居地走进了客房 来儿姑娘 你瞧你的衣服 都一大堆补丁了 快把这些好衣装换上了 孟红为说道 兰儿一扭头 答道 我的衣服 旧了 但是还很干净 我不要 孟红为放下衣服 对兰儿说道 组织上马上就要开始 进行审查了 换不换衣服 也是表现了对组织审查的态度问题 你不想添麻烦吧 兰儿愣住了 他没想到 组织上对着装 也是有要求的 他不知如何是好 犹豫在了那里 对吗 给组织上留下一个好印象 审查也就容易通过些 你是不好意思吧 好 我先出去 一会儿审查就要开始了 孟红为走了出去 那些衣物 都是审菜花的 娘 要不要换呢 兰儿问娘道 兰儿娘也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此刻巴不得早点审查通过 可以回家 于是说道 那就换上吧 千万别惹麻烦 兰儿儿从中挑了一套 兰印花的上衣 套在了身上 有人敲门 进来说 组织上先对兰儿进行审查 请他跟着去审查室 拐过走廊不远 就来到了审查室门前 那人敲敲门 说道 兰儿已经带到了 随即推开门 让兰儿进去 兰儿走进屋里 看到里面有一张桌子 两把椅子 靠墙还有一张床 桌子后面 副手立着一人 正是孟红卫 你 兰儿疑惑地说道 对 组织上让我来对你的出身 以及家庭背景 政治态度和目前情况 进行细致地审查 希望你如实地回答 孟红卫面色严肃地说道 坐下吧 他见兰儿手足无措地站在那 便指了指椅子 兰儿坐下了 名字 孟红卫问道 一面在纸上写着 兰儿 兰儿回答 家庭出身 贫农 本人成分 未婚妻 兰儿不知道应当如何回答 憋了半天才说出这么个词来 孟红卫心想 这姑娘太可爱了 简直什么都不懂 太纯了 于是他就顺着话题问下去 是处女吗 他说道 什么 兰儿的脸 煞石杖地飞红 呆住了 孟红卫望着兰儿的窘迫模样 心里面感到了莫大的满足 但他还需要进一步地发现 你不知道 什么是处女吗 这一点 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女人的身体 下面有 孟红卫津津津津有味地 开始讲起了女性身体构造 不要说下去了 我是 兰儿急了 声音带着哭腔 孟红卫一愣 感到意犹未尽 哦 那很好吗 你肯定 他体会到了 有一种猫捉老鼠的快感 这时 门开了 黄建国走了进来 面色十分不悦的样子 红卫 不要胡闹了 他来到孟红卫身边 压低声音斥责道 建国哥 孟红卫想要分辨 黄建国转身对来人说道 你先回去吧 今天审查到此为止 兰儿如释重负地 跑回了母亲身边 县里 我爸爸来电话了 首长已经返回京城了 同时还带走了朱医生 黄建国说道 带走朱医生是什么意思 孟红兵问道 人质呗 这还用问 黄建国回答道 嘿 你是不知道 刚才审查兰儿的感觉 别提多美妙了 就像起初 审菜花来的时候那样 可惜被你打断了 今晚我要再接着审 你可别再来坏人家的好事了 孟红兵愈怒道 行了 我不管就是了 别搞过头了 我要返回去县城 爸爸有事找我 黄建国笑着说道 那你就快走吧 孟红兵催促他早点走 晚餐十分的丰盛 除了肉之外 还有青蒸甲鱼 甚至还有树枝碗口大的高蟹 壳子红亮红亮的 煞是馋人 兰儿娘俩局促地坐在桌边 尤其是兰儿 脸颊通红地低着头 心中越发忐忑不安 孟红兵豪迈地抓起两只大螃蟹 放到兰儿娘俩面前 爽朗地说道 这是组织上请你们吃的 看 这是长江宫蟹 里面都是蟹膏 白嫩可口 兰儿快尝尝 这在你们陕西是见不到的 我就吃这只母的 你看他这腿有多结实 肚子里好多的蟹子哦 他一用力 掰开了蟹壳 露出来金红色的蟹黄 凑到嘴前一瞬 吸入口中 然后不停地扒搭着嘴 显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兰儿娘俩赶紧扒了几口米饭 就说吃饱了 那些山珍海味 碰也没碰 蓝儿 今晚组织上 还要对你进行审查 孟宏兵黑黑说道 将一杯酒一饮而尽 蓝儿脸下的惨白 忙拉着母亲 匆匆跑回了客房 身后传来孟宏兵的吟笑声 孟宏兵不厌其烦地 将谢黄谢膏 统统损进了口中 一面哼着江西小调 大快朵頤 房间内 蓝儿对母亲说 那个姓孟的 不是个好东西 还是想办法逃走吧 母亲到门口探头瞧了瞧 发现走廊里有人把守着 他们已经被困住了 孟宏兵自真自饮 悠闲自得 想着今晚如何下手 突然腹中咕噜噜响了起来 便意十足 连忙捂着肚子 朝走廊尽头的茅厕跑去 看来是螃蟹吃多了 他想 进了茅厕 正欲蹲下之时 一个黑影翘无声息的 自屋顶的透气天窗飘下 一指戳在了他的后颈上 孟宏兵一声响辟 阔约机失禁 屎尿俱下 昏倒在地 那黑影轻声说道 我说过 今是要保护韩生 当然包括 他的女人 说吧 纵身一跃 飞升上了那扇窗口 消失在了黑暗中 孟筑琦得到儿子重病的消息时 孟宏兵已经被送往 乌原县人民医院抢救了 他和黄前岁父子 匆匆赶到了人民医院的手术室外 黄前岁只是院方 必须尽一切力量进行抢救 手术抢救 一直到凌晨时分 外科主任由手术室里走出来 遗憾地告诉家属 病人的颈椎已经摔断了 性命是保住了 但已经是高位劫瘫 颈部以下 全部失去了知觉 换言之 病人只能在床上 躺着度过一生了最后 医生还说 平地摔倒 造成颈椎断裂的情况 十分少见 一般都是 从楼梯上滚落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人们都在努力地安慰着孟筑琦 黄前岁也在不住地叹息 黄建国心下范疑 今天上午还是好好的 怎么晚上就突然摔断了脖子呢 他隐约感觉到 事情出得有点蹊跷 于是决定 自己私下进行调查一番 他将医生悄悄地拉到一边 问道 平地摔断颈椎 确实不容易 如果是后颈部 遭到人为的打击呢 那应该会出现 皮下淤血的情况 可是我们并没有发现 条状或者片状的皮下淤血 因此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医生解释道 谢谢 黄建国转身离开 等等 只是有一点令人费解 就是 后颈部有一个小小的圆形淤血点 说不好是如何形成的 但肯定是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 医生叫住了黄建国 告诉了他这个情况 我明白了 谢谢医生 如还发现有什么其他情况 请尽快告诉我 我叫黄建国 黄前岁主任是我的父亲 黄建国叮嘱医生道 好的 医生说道 然后走进了手术室 黄建国走到长凳子边 坐到伤心欲绝的孟主琪身旁 安慰了几句 然后说道 舅舅 我想问问 红冰曾经与什么人接过仇吗 孟主琪茫然地摇摇头 半晌才吞吞吐吐说道 沈菜花有一个肩肤 还怀了孽种 可一直不知道这人是谁 前些日子 竟然还把沈菜花的尸首 从坟墓里倒走了 黄建国沉思了片刻 又问道 南山镇本地年轻或中年人里面有谁会武功 是真正的武功 不是那些花拳绣腿样子 孟主琪知道自己的这个外甥 头脑十分灵光 他既然这样问 必然有其道理 于是想了想 说道 谁有真正的武功就不清楚了 一般出生好 又会两下子的 都当上了各村的民兵 他们也许知道 像南山村的民兵排长珠标 就会点拳脚 珠标 黄建国感到这个名字 有点耳熟 香港来的风水大师吴道明 现在就住在他的家里 孟主琪说道 天亮以后 我就去南山村 黄建国说道 第五十八章 清晨 吴道明睁开了眼睛 扭头望过去 珠标搂着沈才华睡的正香 鬼阴红扑扑的小脸蛋 像两只红苹果 十分招人喜爱 吴道明走出了房门 来到了院子里 深深的呼吸几口 清新的空气 沁人肺腑 可比那香港强多了 吴先生起得好早啊 身后传来了 吴明师太的问候 吴道明转过身来 发现师太早已梳洗完了 似乎还刻意打扮了一下 竟有些风韵犹存 师太 以后叫我道明好了 吴道明也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说 师太脸颊微微一红 说道 还是称呼 你为道兄吧 好 道兄这个说法最贴切不过了 今天我们可以着手 蜜龙点穴了 吴道明说道 朱标揉着眼睛 从屋里走出来 打着哈欠道 你们起来得好早啊 我去做饭 说吧 转身回屋生活 让我们看看 鬼阴的能量怎么样了 吴道明和师太 来到了东屋内 鬼阴依旧在熟睡着 吴道明伸出手掌 掌心处轻轻地按在了鬼阴头顶的百慧穴上 输入都脉少许纯阳之气 想试一试婴儿的阴气反弹程度 不料掌心一凉 瞬间竟遭阴气反噬 吴道明撤回手掌 心中物字吃惊不已 此阴经师太 昨日输入纯阴之气 再加上昨夜吸食金头元之血 功力大增啊 早饭后就可以带他上山了 吴道明满意地说道 朱标在家吗 草屋外有人说道 声音唇和 朱标应声走出草屋 见识一秃顶无须 相貌端正 文质彬彬的青年人 我就是朱标 你是找我吗 朱标疑惑地问道 青年人目光清澈 从上到下打量了朱标一遍 开口说道 你认识沈菜花吗 朱标一下子猛了神 脱口出 当然认识 青年微微一笑 紧跟着加上一句 相识多久了 一年多了 朱标说完才意识到点什么 忙说 你是谁 问我这些干嘛 我是屋元县黄前岁主人的儿子 黄建国 可以进去谈吗 黄建国说吧 一脚跨进门槛 听到东屋有动静 于是也不等朱标发话 便直接推门而入 屋内一老者一老泥 床上还睡着一个婴儿 黄建国打量一下老者 说道 敢问您可是领男吴道明 正是吴某 你是 吴道明问道 黄前岁是我父亲 黄建国平静的语气 吴道明微微一笑 说道 原来是黄主人的公子 是在京城里读书的吧 黄建国点点头 说道 听父亲讲 吴先生不但是香港著名风水大师 而且武学上也是颇有造诣 让我多向您请教 吴道明说道 你父亲太抬举了 请坐 黄建国坐在了椅子上 极诚恳地说道 吴先生 请教您 一个人的后颈部 出现一枚圆形的淤血点 可以人为的造成吗 可以 众手点穴 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吴道明回答 您还没吃早饭吧 要是不嫌弃就一起吃吧 我再去给您炒两只蛋 朱镖一听是黄前岁的公子 马上笑容可举起来 两只蛋 哼 问题就出在这两只蛋蛋上 他与沈菜花已认识一年多 沈菜花怀孕九个多月 嗯 这个朱镖会不会就是那个奸夫呢 如是 他就有现成的谋杀动机 接下来要搞清楚的 就是他会不会点穴 昨天晚上 南山镇孟主任的儿子孟宏斌 紧追断裂 已经高位截瘫了 黄建国说道 并观察着屋内每一个人的反应 朱镖一愣 脸上闪过一丝欣慰的表情 紧跟着说道 那他不就成了个废人了 语气中 还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意思 那个白发尼姑恍若不闻 似乎没有丝毫兴趣 吴道明听罢吃了一惊 盲问道 是小兵吗 怎么发生的 哦 对了 刚才黄公子问起淤血点的事情 莫非是遭人暗算 我怀疑是 就像吴先生所说 遭人重手点穴 点断了颈椎 导致颈部以下瘫痪 黄建国说道 吴道明沉吟道 颈椎一共有七节 若伤第四节以上部位 则大脑受损 伤第五节 就会如你所说 高位劫瘫了 想来是第五 追着人重手点击所致 嗯 此人必是道中之高手 黄建国清澈的眼睛 望向朱镖道 孟宏斌之妻 沈菜花 生前有一情夫 而且还怀上了个孩子 朱镖面色煞白 脸上肌肉颤抖着 二话没说 转身出了房门 他的心里一定有鬼 黄建国寻思着 眼光跟随着朱镖的背影 吴道明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知道黄建国盯上了朱镖 嗯 得帮朱镖摆脱他们的怀疑 否则对自己的计划不利 一直点断第五颈椎 出手之重 任学之准 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以吴某看 整个南山镇恐怕无人有此功力 吴道明慢悠悠说道 依您看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到呢 黄建国说道 吴道明想了想 说道 如此高明的点学手法 没有三十年以上的功力 是难以做到的 像我和师太 也不过如此而已对了 你是说 事情发生在昨天晚上 是的 黄建国回答道 可惜当时我不在场 我和师太及朱镖 都在这屋里 为这个婴儿治病 否则 说不定就能够抓住凶手 吴道明话终点明朱镖 不在行凶的现场 没有作案的时间 而且他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黄建国心中 仍就是疑虑重重 吴道明的一番话 并没有大小他对朱镖的怀疑 为什么在提到 沈菜花的时候 朱镖的表情会异样呢 朱镖煮好了早饭 还特意为黄建国 煮了两只鸡蛋 吴道明 则与师太一同吃着斋 黄建国一看见 那两只热乎乎的蛋 就联想到 孟宏斌裤裆里缺少的东西 所有发生的一切 都与那两只蛋蛋有关 蛋蛋是罪恶之源 他想 黄建国信部走出房门 沿着水塘边散步 古老的大槐树倒映水中 弹平如镜 朝阳出声 大门上的领袖戎装 像微笑着沐浴 在金色的阳光里 草房西侧地面上 似乎有什么异常 他的目光停住了 一大群黄褐色的东西 在地面上不停地游动着 那是什么 他走了过去戏桥 原来是数不清的土狗 在土中的小小碎洞里 爬进爬出 也不理睬 他踩在洞口旁的 那双黄军用球鞋 他蹲下身来 默默地观察着 感到十分地好奇 大城是很难见到这种情景的 小时候 在田间地头 可以经常 抓到土狗的 把他合在掌心里 可以感觉到 那两只齿形前卒 不停地向两边抓呢 手心里痒痒的 好奇心又起 他伸手捉住了一只 大个的放在了手心里 和上掌 再次体会童年时的感觉 突然掌心一下剧烈的疼痛 忙张开一瞧 掌心上已经划破两道细细的口子 红色的血痕赫赫在目 这时 他才发现 这土狗与小时候玩过的不一样 那两只齿形前卒 却不是钝的 而是像刀具般锋利无比 他用两根手指尖 捏住了那两片锯齿 这样 土狗就动不了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 身后传来朱镖的呵斥声 黄建国站起来 回过头去 朱镖怀中抱着婴儿 正站立在那儿 虎视眈眈地望着自己 奇怪 方才他还是对自己毕恭毕敬的 怎么转眼却大声斥责自己了呢 他看到了朱镖游离不定的眼神 在自己的身上和地上之间 来回扫视着 他一定有什么事瞒着 黄建国想 他向屋里走去 并没有看到朱镖怀中的婴儿 沈才华以怨毒的眼睛在盯着他 并伸出了舌头舔着嘴唇 无名失态检视了黄建国手上的伤口 再看了一下他捉住的那只土狗 心中暗暗吃惊 这不是一般的土狗 而是阴尸楼姑 师太说道 什么是阴尸楼姑 黄建国问道 师太解释说 人死后若是变成了阴尸 则会吸引来一种极特别的甲虫 就是阴尸楼姑 他们专吸阴尸之气 并保护阴尸 他们在哪里出现 一般的地底下都会有一具阴尸的 师太 你是说那地底下有具尸铁 黄建国一下子警觉起来 忘记了手掌伤口的痛处 是具阴尸 师太道 阴尸是女的吗 黄建国追问道 不是阴尸 是阴尸 男女都有可能成为阴尸的 师太回答道 什么是阴尸 黄建国想进一步搞清楚 师太缓缓说道 人死下葬了以后 在特定的条件下 尸身一直不符 而且毛发和指甲 还在继续生长着 长达数十年 甚至百年以上 这就是阴尸 阴尸是非常不吉利的 容易祸害人 尤其是张口阴尸 俗话说阴尸张口吃三代 先从自己的后代吃起 阴尸会吃人 黄建国吓了一跳 吴道明在一边笑了笑 插话说道 并不是说真的吃人 而是吃尽了风水 后代不是疾病缠身 过早夭折 就是祖夜败落 一穷二百 黄建国的身后 朱镖早已是冷汗淋漓 面如土灰了 黄建国扭头瞥了一眼朱镖 心中有了数 吴道明看在了眼里 微微一笑 道 以吴某推断 这句殷尸 起码也有上百年了 也许就是朱镖的 哪一半的仙人 坟头都没有了 黄建国清澈的目光 望着吴道明 吴先生怎能如此肯定 吴道明哈哈一笑 说道 朱镖家道中落 父亲哥哥均过早死于非命 家里也是一瓶如洗 甚至连老婆都讨不到 这些证应该是因失坏了风水所致 黄建国心下盘算着 这朱镖嫌疑最大 吴道明处处为朱镖开拓 而且他又身怀武功 此人也不得不防 俗话说 打草惊蛇 带我再刺激他们一下 好引蛇出洞 师太 这些保护殷尸的殷尸楼姑 我想喷上迪迪味的话 应该足以杀死他们了 黄建国感到 这个老尼姑应该没有参与其中 否则不会提到地底下买有殷尸的 师太点点头 说道 其实只要抓住了殷尸楼姑王 也就是他们的首领 那些楼姑也就乖乖听话了 看着黄建国疑惑的样子 师太又接着解释道 每一具殷尸的身边 都会生活着一个殷尸楼姑家族 家族的首领就是楼姑王 杀死了楼姑王 那些殷尸楼姑就树倒 胡孙散了 黄建国面对着朱镖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这就回去请示孟主任 搞来些杀虫计 替你消灭殷尸楼姑 然后火化殷尸 以后 你的日子就会蒸蒸日上 好过起来了 朱镖一下子傻眼了 第五十九章 天残荣洞内 冰凉的石头地上 韩生也不知睡了多久 后来竟感觉到越来越暖和了 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黑暗中 一双同龄般大小血红的眼睛 正在温柔地看着他 韩生吃了一惊 忙抓起手电一罩 阴符首领巨大的双翼 展开盖在他的身上 滋滋那熟悉的叫声 韩生一把抱住了阴符首领 热泪流出了眼眶 你好了 韩生喃喃道 吱滋滋一连串的叫声 韩生扭头一看 阴符妈妈和那一堆小阴符 都围在了他的身边 阴符宝宝们争先恐后地 望自己的身上爬着 韩生瞥见了阴符夫妇的眼角里 都倾满了泪水 你好了 我也该走了 杀人叔叔还在鼓中等我呢 韩生轻声说道 滋滋 阴符首领似乎恋恋不舍地叫着 我一定得走了 也不知道过去了几天了 可惜你们的族人 都被那些坏人给杀害了 以后见到坏人 就要躲得远点 也不要再拔毛了 韩生劝慰了几句 站起身来 滋滋 阴符夫妇和所有的小阴符 宝宝们一起叫着 韩生最后对驼们说了句 我有时间还来看你们 说吧转身离去了 韩生从悬崖下面的石洞里钻出来 才发现已是黄昏时分 他急匆匆地向草屋走去 草屋门前的那些阴符尸体 已经不见了 菜园的边上 矗立起了一座新坟 坟丘的前面 插着一块木牌 上面有人写上了几个大字 卧龙谷 阴符之木 卧龙谷内独不眠 问君何事转其然 故乡今夜四千里 并霜明朝又一年 草屋内传来了 无处山人的吟诗声 山人叔说 韩生叫了一声 三步并两步 跑进了草屋 韩生 你回来了 已经十几个时辰了 山人副手 站立在窗前道 韩生呕了一声 原来阴符首领一个昼夜 就已经痊愈了 看来动物比人复原的 要快得多了 山人叔说 你安葬了那些阴符吗 韩生问道 无处山人点点头 说道 驼们是你的朋友 而且还帮助过你 对了 蝙蝠首领怎么样了 韩生说道 驼已经完全好了 我们回去吧 我一直担心 那个孟主任 没那么容易对付 无处山人忧心冲冲道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虚余 月上东山 清凉如水 月色朦胧 韩生与无处山人连夜下山 奔南山村而去 害时末 他俩终于赶回到了南山村 月光下 村东路口中间 蹲着一只白色的无毛怪狗 笨笨 韩生喊了一声 笨笨口里呜呜地叫着扑了上来 之后一直不停地低鸣着 三间草屋里黑黑的 什么动静也都没有 无处山人有些奇怪 忙紧走两步推开房门 草屋内空无一人 韩生点燃油灯 发现东屋的桌上摆着一张纸条 那是父亲疗草的笔记 韩生拿纸条凑在油灯下 那上面写道 韩生 我跟着孟主任去县里找首长面谈 来而娘俩到镇上接受证审 你若是回来 早的话 就去镇上接他们 落款是昨天的早上 无处山人陈寅道 那是我们走后不久发生的事了 我看是出蹊跷 如果要对我们一家外乡人政治审查 也要找我才对啊 怎么急急忙忙把他娘俩弄去了呢 韩生也感到有些不对头 于是说道 山人叔叔 我们要去镇里一趟 就现在 好 把字条带上 山人心中有些不安 笨笨 你留下看家 韩生吩咐笨道 笨笨口里呜呜叫着 十分的不乐意 韩生没有李彩佗 与山人急匆匆地向南山镇赶去 月色融融 韩生两人超近路 走的是山间小道 路边草丛中 不时地有蟋蟀鸣叫着 此起彼伏 远山树林则隐匿在黑暗里 耳边只听着自己沙沙的脚步声 在他俩身后食欲障开外 有一个白色的身影 悄悄地跟在了后面 半夜时分 两人来到了南山镇 镇上人家灯火已熄 街上见不到一个人影 他们能在哪呢 要不要先去公安派出所 韩生问道 吴楚山人突然将手指头放在了口唇上 示意不要作声 然后猛然转过身来 月光下 街上蹲着一条白色的无毛怪狗 正是笨笨 韩生又气又好笑 走过去踢了驼一脚 笨笨口中 依旧呜呜地叫着 然后向街的一脚跑去 并不时地回着头 嘴里小声地低鸣着 韩生笑了 对山人说道 笨笨或许能够嗅到他们的气味 吴楚山人点点头 两人跟随着笨笨一路寻去 笨笨就像一条白色的幽灵 东秀秀秀秀秀 从街上来到了镇阁委会大院 从院墙边上的一条通道 向里跑去 最后停在了一座庭院的大门前 韩生和吴楚山人来到了近前 笨笨正在用钱找挠们 口里面还在呜呜地叫着 韩生正欲上前拍门 吴楚山人伸手示意 先不要敲门 轻声说道 你和笨笨等着我 我先去打探一番 山人打量了一下院墙 月有两米左右高 稍一运气 纵身一跃 左手轻轻一按墙头 身子已然飘过院墙 轻轻地落在了院内 庭院是两斤的灰式建筑 园内种有花草树木 并有回廊相连 看来这是一大户人家 和乡娘俩是到镇上来接受正审的 怎么会在这里呢 笨笨的嗅觉可靠吗 山人寻思着 回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 传来了轻微的啜气声 吴楚山人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平息静听 那是女人的声音 似乎像是兰儿 是兰儿吗 吴楚山人轻声说道 屋里的啜气声音停止了 一片沉静 是兰儿吗 我是爹爹 吴楚山人再次说道 是爹爹 屋内传来下地的声音 爹爹 我和娘被锁在屋里了 先一手夹紧篮 纵身翻上墙头 那边寒声接住放下 山人再次抱紧河香 纵身飞下 大家匆匆忙忙出了南山镇 走在了回家的山间小道上 笨笨兴高采烈地跑在了最前面 途中 兰儿述说了昨天早上从家中被带到南山镇的经过 朱医生直接和孟主任去了县城 那个孟主任的儿子孟红兵如何不怀好意 以及突然摔倒被急救车送去了县城医院 今天中午听到人说 孟红兵已经从颈部以下瘫痪了 真的是恶有恶报 后来那些人没有了主意 就把他们先关起来了 那是颈椎断掉了 怎么会摔一跤就摔断颈椎了呢 吴楚山人有些不解 山人叔叔 我明早要去县城找老爹 韩生说道 好 我与你同去 山人道 不用了 您在家照顾沈娘和兰儿吧 我自己去就行了 韩生说道 吴楚山人沉吟着 他心中莫名地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六十章 黄建国黑黑笑着 走出了朱镖的家门 朱镖紧张恐慌的眼睛望着吴道明 掌心里湿乎乎地 抱着婴儿的双手 在不住地颤抖着 吴明师太疑惑地看了看朱镖和吴道明 缓缓说道 你们知道那下面的阴尸 朱镖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额头上也渗出了冷汗 吴道明点点头 开口说道 师太 你说得不错 这下面确实埋着一具尸体 是具女尸 也就是鬼鹰的母亲沈菜花 她是被人谋杀的沈菜花 当时已经怀孕九个多月了 被夫家勒死的时候 一口气上不来 心有不甘 怨气难散 护住了胎儿 按常理推断 一个月之内 如遇有缘之人 便可过胎 她被夫家塞入一条麻袋中 草草地埋在了荒坟岗中 一个叫做白虎闲氏的石煞之地 也正是因为如此 煞气的阴气 也保护了那胎儿 在尸体的腹中继续发育着 形成了鬼鹰 一日 沈天虎的婆娘 经过坟前休息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鬼鹰抓住了这次良机 胎气钻入那婆娘的子宫 将原来的胎儿绞杀吞噬 原来的胎儿是个女鹰 于是鬼鹰抓紧 改变性别 她必须在出生后 一个月内完成 否则将变成畸形双性人 从现在看 她做得很不错 哦 原来她就是沈才华 师太瞥了一眼 朱镖怀里的鬼鹰 吴道明接着说道 是的 沈才华的亲母亲 应该是沈才华 沈天虎的婆娘 无非是代孕而已 吴明师太长叹一声道 哎 冤孽啊 那孩子生父是谁 吴道明微微一笑 说道 就是她 朱镖 吴明师太鼻子哼了一声 蔑式地瞅了朱镖一眼 吴道明淡淡一笑 说道 师太有所不知 这沈才华的丈夫 本身是个嫣人 骗取了沈才华过门 而又不能行夫妻之时 想那沈才华青春年少 怎能甘心守一辈子火寡呢 后来遇到了单身的朱镖 单柴烈火 两人自然就好上了 师太脸一红 小声道 那她可以先离婚吗 夫家有权有势 堪称地方一霸 这沈才华一若女子 怎敢首先提出离婚 而且 夫家绝不容许她泄露出去 丈夫乃是嫣人一事 何况女人 因为性的问题要离婚 在这乡村里 会被指责为淫荡 将一事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吴道明解释道 阿弥陀佛 那沈才华命运 也是够可怜的了 师太口颂佛号道 吴道明点点头 接着说下去 苦命的沈才华 怀上了朱镖的孩子 心中忐忑不安 不久 果然被夫家发现了 遭到了严刑拷问 逼她说出 肩夫是谁 好一个真烈的女人 宁死也不肯说出 那个男人的姓名 她知道 只要她一吐口 她深爱着的那个男人 就凶多吉少了 最后 她为这份爱情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被夫家勒死了 师太的眼圈红了 那边 朱镖咧开大嘴 嚎啕大哭起来 师太用手背 开饰着眼角的泪水 问道 后来呢 吴道明说道 朱镖得知沈菜花的死讯 找到了她的坟墓 每夜前去平掉 风雨不雾 这事感动了吴某 于是叫她夜半盗墓 偷回了沈菜花的尸体 悄悄地安葬在了房子的西侧 不留坟头和墓碑 这样 他俩 就可以永远相伴了 这实在是太感人了 师太的声音 有些乌烟 吴道明探道 可惜还是被他们盯上了 这个黄建国 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物 那个狠心的夫家 原来就是南山镇孟家 师太恨恨说道 是啊 现在他们怀疑 地下的音师 就是沈菜花 朱镖就是那个尖夫 肯定不会罢休 这一两天 就会派人来了 吴道明沉吟道 朱镖哭丧着脸 要求吴道明 吴老 请你帮帮我呀 吴道明瞥了师太一眼 然后挺起胸膛 一脸正气地说道 朱镖 沈菜花 被孟家严刑拷打逼供 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竟然为了自身安危 而不敢替心爱的人挺身而出 你愧为一个堂堂七尺男啊 吴明师太敬佩的目光 望向了岭南吴道明 朱镖突然伸出一只手 开始抽打起自己的脸来 口中不停地念叨着 是我该死 是我胆小怕事 但是看在我儿子的份 口弦都从嘴巴里飞溅出来了 就在这时 朱镖怀里伸出来一只小手 抓住了朱镖挥动着的手腕 朱镖的手臂 竟然一点也动弹不得 众人吃惊地看见 那是鬼鹰沈才华的小手 师太与吴道明面面相去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吴道明心道 好一个鬼鹰 这才是刚刚露出了冰山的一角 真是旷古奇才啊 师太心里寻思道 如此以往下去 不知是或是福 朱镖激动得不停地 在沈才华的小脸蛋上 轻个不停 鬼鹰的瞳孔不断地放大缩小 调整着焦距 刺出两派小牙 恶狠狠地冲着吴道明和师太 喉咙里发出嘀嘀的咆哮声 吴道明兴奋莫名 嘴里说道 放心 看在孩子份上 吴某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师太望为掩吴道明 说道 那我们怎么办 吴道明想了想 缓缓说道 师太肯定 沈菜花已经成了殷尸吗 已经出现了如此众多的殷尸楼姑 地下的沈菜花 已是殷尸无疑 师太沉吟道 吴道明微微一笑 说道 那我们 还担心什么呢 吴道明说出了他的计划 先引出殷尸楼姑王 将其藏起来 不让黄建国等人轻易擒贼擒王 殷尸楼姑们会感知到 首领不但活着 而且就在附近 便会勇往直前 与那些人厮杀 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支 如果他们喷洒滴滴味呢 朱彪来了兴趣 但又不放心地问道 吴道明说道 目前农业上广泛使用的 如滴滴味等 都是有机零杀虫剂 不是神经性毒素 和血液性毒素那样 迅速麻痹神经和器官 而是一种全方位的中毒 十分钟之内 殷尸楼姑 尚有活动攻击能力 这就足够了 再者 吴某也会在一旁 相助殷尸楼姑一臂之力的 师太不解地问道 道兄如何相助 吴道明微微一笑 道时便知 师太又道 道兄 你有什么办法 引出楼姑王 吴道明伸手指了指 朱彪手中的鬼鹰沈才华 说道 鹰尸之子 身上必定有沈才华 同样的气味 或部分相同的生物磁场 鹰尸楼姑王感觉到后 以为又出现了一具鹰尸 一定会从地底下 钻出来打探的 这时还不是手道擒来 朱彪抱紧了沈才华 因而如此细嫩的皮肤 若是被那些锋利前卒的 楼姑们划伤 可不得了 他想 吴道明看出朱彪的担心来 安慰道 朱彪 这一点你放心 孩子定会毫发无损的 否则就不是鬼鹰了 朱彪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问道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据我推测 这黄建国怕 我们遗失 一定会很快地带人返回来的 此地前往南山镇 也只有半个时辰的车程 来回路程加上准备的时间 中午之前必到 吴道明分析说 师太内心深处 对吴道明是越来越佩服了 此人不但是内涵有深度 而且绝顶的聪明机智 尤其是他所说 男人就应该在心爱的女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挺身而出的那句话 说得师太身上热血沸腾 这样的男人世间 真的是少之又少了 更令师太激动不已的是 那天晚上疗伤的时候 道兄那只滚烫的手有力地压在自己的胸前 师太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吴道明看见师太手捂着自己的前胸 脸色飞红 关切地问道 这吴道明乃是六十年的童子 对儿女私情却是懵懵懂懂 不甚寥寥 师太撑了吴道明一眼 那也是师太平生 第一次对异性心动的一瞥 眼光中包含了多少彻夜长扮青灯古佛式的哀怨 内涵了痴情少女多少宰的梦幻情商 吴道明纵使在鱼鲁笨拙 心灵也是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胸口一热 喉咙一甜 童子元气几乎冲出来了 他又赶忙咽下去了 第六十一章 旭日东升 天空晴朗 尽管师姐已尽晚秋 阳光照在人身上 仍觉得暖洋洋的 十分的惬意 吴道明怀抱婴儿 来到了草房的西侧 沈菜花的墓穴前 师太和朱镖 跟在了后面 那一小片土地上 有两个小洞穴口 一进一出 那些殷尸楼姑们 忙忙碌碌 好像是在准备着过冬的食物 吴道明说道 沈菜花呀 吴某念你和朱镖有情有义 所以设法 将你一致此地 阴阳相邻 以了朱镖相思悔恨之苦 不料还是被你附加追踪而至 今天 他们想绝坟强师 吴某岂能坐视不理 经见你护身殷尸楼姑一用 替你出口恶气 说吧 吴道明将手中的沈菜花 轻轻地放在了地上 让他坐在了 殷尸楼姑的血口处 那鬼鹰见到殷尸楼姑 一点也不害怕 伸出胖胖的小手 随意捏起一只 放在手中把玩 其他的殷尸 楼姑都停了下来 静静地望着婴儿 这时 只见所有在地面上的楼姑们 都闪开了一条通道 须于 血口处 伸出一只硕大的楼姑头 两片巨大的齿形钳 足成金属光泽 其盒下竟然还生着一缕白须 铁甲般赫亮的头厚 不长着厚厚的顿板 两片副眼上 叠生着两只大大的单眼 疑惑地盯着鬼鹰看 沈才华也发现了 这只硕大的楼姑 好奇地望着他 兴奋地 看着殷尸楼姑王 缓慢地从血口中爬出来 身子足足有好几寸长 说时迟 那时快 吴道明轻疏圆壁 闪电般的双指 夹住了楼姑王的头部顿甲 把他拎离了地面 另一只手迅速地扯出一条黑色的电弓胶布 一圈圈地将殷尸楼姑王缠了起来 包成了大粽子 地面上的殷尸楼姑呆愣了片刻 一起煽动着发育不完全的发音镜 发出愤怒的鸣叫 吴道明亦是不敢怠慢 随手一送 将殷尸楼姑王扔进了两米开外的草丛里 然后自己身子向后一跃 跳到了圈外 其余的殷尸楼姑 全部仅靠着鬼鹰围成了一圈 锯齿前足对外 警惕地保护起了鬼鹰沈才华 吴道明满意地微笑着 师太和朱镖都惊讶得合不拢嘴 就在此刻 村中响起了汽车马达的轰鸣声 来得正是镇上的那辆就解放石货车 车一停稳 从货箱上就跳下来七八个光头无须的激干民兵 各个手中抓着锄头和铁锹 其中有两个身上还背着农药喷雾器 这些人的毛发都是上次闯入卧龙谷中 被红眼鹰符拔掉的 驾驶时的门打开了 黄建国下了车 只见他愁愁满志地挥了下手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奔着村北投朱镖家而来 朱镖家门口 黄建国一眼瞥见了吴道明 师太和朱镖站立在草屋西侧 奇怪的是那婴儿坐在了地上 民兵们围了上去 黄建国清了清喉咙 说道 朱镖 孟主 任命我们前来清理害人的阴师 那些阴师楼姑也是害虫 我们先要喷洒滴滴味 杀死他们 请先把孩子抱走 朱镖身上微微发抖 眼睛瞥了下吴道明 吴道明上前两步 伸出双臂 迅速地从半空里将鬼鹰捞起 后退至圈外 你们都走开 我们现在要开始工作了 先喷沙虫尽 黄建国命令到 吴道明等人退到了院子中央 默默地等待着 看一场人虫大厮杀 阴师楼姑们 好像感觉到了危险的临近 发出了紧张的鸣叫声 如同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刹那间 从洞穴中 蜂拥而出 无数的阴师楼姑 黄建国黑黑一笑 挥手斩下 高声喝道 开始 两名民兵压下 背鞋是喷雾器的手柄 淡黄色的雾状 敌敌味 迎头照向了阴师楼姑们 其余的民兵 手持锄头铁锹涌上来 准备围艰 阴师楼姑成片地倒下了 吴道明大惊失色 这样的结局 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想不到内地产的杀虫计 毒性如此之强 眼瞅着楼姑们 就要彻底惨败了 师太也吃惊不小 眼睛瞟向吴道明 想问其情况 却看见道兄把手伸进了他的裤裆里 师太不由的脸一红 吴道明忍痛拔下两根银锥 运气甩出去 随着痴痴 两声轻微的破空声响 喷药的两名激干民兵 紧握喷枪的手腕处 被深深地刺入了两只银锥 手垂下了 喷枪拿捏不住 掉在了地上 阴师楼姑 有了喘息之机 举着两片锋利的锯齿前卒 源源不断地从血口中涌出 扑向民兵们 爬满了他们的全身 疯狂地切割他们的肉体 衣衫被锯成了碎片 零零落落地洒了下来 所有的民兵 包括黄建国 无疑幸免 全部变成了赤裸裸的 皮肉上被划破了数不清的血道道 那两个喷药民兵的手腕处 阴师楼姑 紧贴皮肤锯断了阴锥 打着卷的锥尾随风飘落 皮下仍留着半截锥头 阿弥陀佛 师太背过身去 口诵佛号 朱镖早就看傻了眼 一边跺着脚 一边咬牙切齿地反复叫喊着 杀 杀 吴道明微笑着观战 他怀里抱着的沈才华 见到了那么多的全身赤裸 并且流淌着鲜红血液的人 瞳孔急速地扩张着 鼻子秀啊秀地 口中喘着粗气 露出尖利的牙齿 小舌头不时地伸出来 舔着嘴唇 黄建国连蹦带跳 往下拍打着殷尸楼姑 一面声嘶力竭地喊道 撤 快撤 同时纵身一跃 跳进了池塘里 那些皮肤被切割 而痛得滋哇乱叫的裸体民兵们 也都奔至池塘边 纷纷跃下 扑通通 水花似箭 落在最后面的 是那个喷药的年轻汉子 浑身染红 散发着淡淡的血腥气 此人跑向池塘 刚巧途进吴道明身边 吴道明一个不留神 沈才华搜地窜了出去 一把抱住那人的脖子 张开小牙 就是一口咬下 啊 那人大叫一声 仰面摔倒在地上 沈才华光着小屁股 死命地咬住了不松口 小肚子一起一扶地在吸着血 吴道明大惊 出了人命可不是完的 赶紧上前两步 往下拽鬼鹰 无奈沈才华 还是不松口 拉不下来 吴道明狠下心来 出手一指 点在了沈才华的腰间昏睡穴上 沈才华慢慢地松开了染红了的牙齿 闭上了眼睛 睡过去了 吴道明紧忙查看那人颈部的伤口 还好 并没有咬到颈动脉 只是毛细血管在肾血 一会儿就会自行凝固的 师太仍在背着身子 不停地念着佛号 他不敢面对那些裸体的青年男人 尤其是吴道明还在旁边 吴道明抱着鬼鹰来到草丛边 伸手抓起英诗楼姑王 替他松了绑 放在了地穴的洞口处 英诗楼姑王一抖背上的异齿 发出响亮的鸣叫声 分散开来的楼姑们 又重新聚拢起来 跟随着首领 依次钻入了洞中 战斗结束了 地上散落着成片的被堵死的英诗楼姑尸体 还有一些锄头铁锹和被鞋式喷雾器 地上残留着被切割和撕扯成碎片的布丝丝 黄建国一行人 从池塘里赤条条的光身爬上了岸 然后向村里停着的汽车裸奔而去 不一会儿 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 他们走了 吴道明抱着沈才华和师太 回到了草屋内 朱镖开始打扫战场 他将锄头铁锹等物归拢到一起 那些人肯定会派人来取回的 然后找来扫帚 把殷尸楼姑尸体 全部扫入了草丛里 吴道明望着怀中睡着的婴儿 脸上浮起了笑容 道兄 你在笑什么 师太疑惑地问道 吴道明微微一笑道 他开始喝生人血了 他在这里 不知道 人生 exists 愿 病症 病症 病症